我手里拿的这个是光鲜的设施套管 黄颜色这个简直呢叫做去涂浮层的涂浮层气 这个呢是非常经常用到的 是横向的开冷气 就是把光鲜从这里面加住以后 加住以后呢里面要转动 转动以后呢从横向横界面把它截开 在进行光鲜截去的时候呢 还要备用很多其他的一些装作的设施 比如说开篮的时候呢可能要用到一些刀子剪刀 还有时候呢还要跟那个篮之间呢 就是细它的这个配对 可能有时候还要带上笔啊 有时候细在这些光鲜截的时候呢 要用到这个铁子 这种铁子呢主要是在光鲜很细的时候 不方便于操作的时候它就操作 在光鲜外面进行融解的时候呢 还带上这些酒精棒 酒精棒呢主要是清洁 这个光鲜端面的这个 保持它的清洁 清洁它上面的一些这个脏的东西 在进行光鲜进去的时候呢 要准备好一家一些工具 这个呢是光鲜的端面制作的切割刀 这个呢是刚才介绍做的 去除无尘的光鲜去除无尘的这个 去除的这个拨线钱 这个要准备酒精 要准备好酒精 然后呢要准备好热书套管 热书套管去保护作用 当我们在这里面取一段光鲜进来以后呢 可以进行下面的操作 首先要把这个上面的涂屋整的这个保护 把它去除掉 在实际的光鲜进去的时候呢 往往在去除之前要跟它穿上热书套管 防止它最终的时候 在穿热书套管的时候它容易把它碰上 因此先把热书套管穿进去 热书套管呢它是里面带两个孔的 其中有一个是钢丝 这是钢丝 防止它弯曲能去保护作用的 接下去呢 用这个光鲜把它跳过去 假设这边光鲜是很长的 抬过去以后呢在这里边寄作 去涂不成 用这个钢加住以后 用它最细的这个口 这里一般呢它这里边有刻度 两公分之间 拼一下 然后就切好了 切好的光线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把一切打开 把这个盖子打开 然后把最上面的架子去开 然后把光纤放到这里面 刚才在中间合宿的位置 然后呢 注意观察这个地方 它这地方说明是松的还可以按一下 然后可以按一个自动键 自动键 也可以再用声位一步一步的这种键 如果按自动键 从头到尾自己操作 它这里边会有个估计 生号值是多少 然后这边呢是表示光纤采用的什么模式进行融解 现在是单模的民主数据进行融解的 民主数据进行融解的 用好了以后呢就可以把它取出来 打开这个盖子 然后 把盖子按住打开 盖子按住打开 然后用热水套管 然后用热水套管把它移到合适的位置 移到合适的位置 一定要保证这一段或这一段都要进到这个热水套管里面 然后把这个盖子按下 以后呢打开 加热器 放到加热器里面 盖住加热器 以后回到原来情况下 然后按加热键 灭掉以后 然后就可以打开这个加热器 再加热 然后从这里面取出来 取出来以后你会发现呢 这里面呢 它已经缩在一起了 这里面就抽就抽不动了 对 对 好 我很好